民进党金融市立法委员参选张炳钧日前因案积压后 在脸书宣布退选 民进党中央6月28号通过他的退选声明 并决定在7月16号全代会前以征召方式确定接任人选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期盼 党中央能够早一点确认征召人选 紧速在金融选区完成选举布局 当初的提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已经宣布他要退选 那经过我们报警党中央之后 那么党中央也在昨天大概有通过他退选的声明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我们会在7月16号之前 要开全国党代表大会 7月16号 那我想会在那个时间之前 那么会决定一个新的人选 那对于这个人选的话 我想我们基隆市我们本党的候选人 本党的一些人选非常优秀 也很多了 那各方面也有一些人会提出一些 优秀的候选人 希望党中央来提名来征召 那我想在这方面党中央会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抉择 那在我们基隆市党部 我想不管提名谁都是优秀的 那我们就会全力的来浮选 那我们也快去希望说党中央能够尽快 那么能够提出 中央中长会能够提出 比较好的人选出来 那因为时间时刻上已经逼近了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不要再 再延宕 能够给一个新的候选人 来重新赶快在基隆市的选区 能够尽早来布局 然后来进入一个 那么选举的事成 外界也纷纷点名合适的征召人选 包括初选民调第二名的市议员 郑文庭 及前基隆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二昌 也被点名的立法委员蔡世英重申 不再竞选连任的决定不会改变 他也会尽全力辅选民进党提名人选 非常感谢所有基隆市民 对世英的关心 那世英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宣布 我会 当然会继续在深耕在基隆 但是我没有再考虑 在竞选下一届的立法委员 那我相信成功不必在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团队 有很多的人 都能够担起继续 让基隆进步的这个力量 那这个部分我想民进党党中央 已经在做后续的规划人选 那一旦有规划人选出来之后 世英跟我们所有的团队伙伴们 都会来支持民进党提名 接棒的立委参选的人选 赛世英强调 距离明年选举投票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民进党在基隆立委选举仍大有可为 希望党中央能紧速寻找合适的人选 完成征召 为民进党守住基隆这重要的一席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